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中方已多次阐明事实真相和政策立场 我愿在此重申 中方的处置措施 有理有力 安全专业 澳加方有关言论 歪曲事实 颠倒黑白 澳大利亚军机 进入中国西沙附近空域 抵禁侦察 不顾中方反复警告 连续逼近中国西沙领空 加拿大军机 以执行联合国案例会决议为借口 加大对中方抵禁侦察并挑衅 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敦促有关国家 停止散布虚假信息 停止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推高海空紧张局势的行为 以实际行动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那就是保家卫国 不管打着什么旗号 寻找什么借口 派遣军机到别人家门口 招摇挑衅 危害他国国家安全 都是毫无道理可言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 都不会对这种行径 做事不管 中国军队 当然也不例外 对于此类冒险挑衅行为 我再次强调两点 一 来一次 反制一次 二 不请自来者 后果自负